另外带你来看到在台湾说要发展高科技 不光是上网的速度就被大家骂到不行了 结果没有想到网路归宿的问题是因为大家手机上网吃到饱吗 行政院以及交通部在最近先后抛出了要取消吃到饱这样消费方式的议题 电信业者认为必须要导入更为合理的收费机制 不过看在民众跟消息会眼里觉得很奇怪 政府主要应该要去思考怎么样来加强网路基础设施 而不是哪个问题都丢给消费者 我觉得他们自己要更新吧 国内电信业者在智慧型手机普遍后 相继推出行动上网吃到饱方案 不过日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善政 以及交通部长毛志国先后喊出取消吃到饱 他们认为少数用户长时间挂在线上导致平凡不足 相关资费有必要重新检讨 但网路归宿是用户的问题吗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不是吃到饱的吧 所以就觉得还好 我觉得好像太多人用的时候 吃好像会对网路速度有点影响 我虽然是买吃到饱 但是我在学校我在家里都可以上网 我根本就不需要用到3G 我用的机会非常的少 我也没有去跟业者说 你应该退我这个我没有上网的一个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消费者我还蛮弱势的 根据统计3G吃到饱造成15%的使用者 占用65%平宽 电信业者强调取消吃到饱是国际趋势 但一定会兼顾用户权益 吃到饱成了电信业者的负担 但这资费却也是业者自己提出来的 就像火锅吃到饱老板会因为少数客人吃太多 造成别的客人没得吃 然后取消吃到饱吗 应该是食材无限量供应 满足北英卫上门的顾客吧 不然吃到饱到头来起不成了吃不饱 那业者当时可以提出来说 吃到饱这样的一个专案 表示说他能力上他是可以提供的 可是今天他没有办法提供 对消费者来讲 他是不是应该适度的去补偿 而不是说我做不到好了 那我就不卖这个产品 一电视综合报道